大家好,我是Samuel柳sir 今天我们会一起做ABRSM五级俄理的 Sample Paper 新方式的考试Paper A 这个新考试就是那个 online exam,很快就可以开始报名 你会考第一期 还是你会担心第一期的考试 会有很多系统的问题 或者安排的问题 很害怕,所以等到第二期才考 你可以在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还未订阅我这个频道 麻烦你帮忙订阅我 我这个影片会同时放在YouTube 和另一个影片分享的地方 叫做LBRY 在那边看,有一个好处 就不会有广告 YouTube就不会有广告 如果我的订阅数到300 这个系统就会自动帮我同步两边的影片 我以前在YouTube的影片 都可以在LBRY找到 在那边看就不用看广告了 所以麻烦你帮忙订阅我的频道 最后一样 如果你想找我教你 那你就可以联络我 我的联络方法 写了在Description那里 你可能是新开始学的也可以 或者你可能在外面的班 可能学过 已经学完了 不过不太肯定自己懂不懂 或者想知道多些考试的技巧 那你也可以联络我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了 那第一部分的第一条 就说圈出正确的Time Signature 时间记号 那我们数一下有多少个 八分音符 或者多少个四分音符 那这里前面四个音符 就是一个八分音符的时值 那这里是第二个 这两个音符呢 加上是第三个 那这一组呢 加上是一个四分音符 或者两个八分音符 那我数到呢 就有五个八分音符了 那所以就不会是七八 也不会是二四 那就只有五八是答案 B 那我又是数八分音符先 前面三粒音呢 是一个八分音符来的 跟着那四粒音呢 就是一个八分音符 那这一个三连音呢 加上是一个四分音符 那你也可以拆作两个八分音符 所以有四个八分音符 那就不会是五八 或者你组合回 或者你组合回来做四分音符呢 就有两个 所以答案是二四 两个四分音符 C 那第一个两个音符是八分音符 这里有一个八分音符的优字符 又是两个音符 最后还有一个八分音符 那就是有六个八分音符 那就不会是七八 那有可能是六八或者三四 因为如果你把两个八分音符组合在一起 因为如果你把两个八分音符组合在一起 那其实也有三个四分音符 那究竟哪个才对呢 那你就要看一下那个小节的grouping 那如果是六八的时间 那那些八分音符的组合 应该是前面三个 就编在一起 或者组合在一起 后面三个八分音符 又会组合在一起 所以你会找到两个大组 那如果是三四 那些八分音符的组合 就应该是两个两个这样组合在一起 所以应该是这样一组 所以它们的边就会是这样的了 那你比较一下 这个C这个问题 像哪一个 你看到它前面这一组音 它是前面三个八分音符 就用一个边连了 所以它是这三个八分音符 就组合在一起 所以其实就是六八来的 如果是三四 就不会这样画的 它不会把这个位置 是不会编在一起的 所以答案就要是六八 就不可以是三四 1.2 那这些题目 我们先看了题目 它说这一个是一个 单拍子的小节 下面哪一个是正确的 把这个小节 改成为这个 复拍子呢 有三个给你选 选出一个对的 首先呢 我就会自己做出来 然后看看哪一个答案 跟我一样 首先转了时间记号 如果你要把一个单拍子的小节 转做复拍子 你要怎么做呢 你就是要把它 每一拍子 加一个符点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就想回这个小节 它的时间记号 应该要是怎样的呢 每一个负点四分音符 就有三个八分音符 所以就有三个 六个 九个 九个八分音符 答案这边呢 三个都是九个八分音符 所以我想对的 然后后面那些 怎么做呢 就是呢 如果你看到 一组三连音 比如这一组 和这一组 都是三连音 那你不要要那三字 就对的了 所以第一拍呢 应该要是 这样 但是就没有那三字 的 第三拍那边呢 又是 一个八分音符 一个四分音符 就不要那个三字 那这里有两个八分音符 你在复拍子那边呢 就加一个二字 所以答案呢 应该是 是像我们现在这个的 那这边 哪个答案是对的呢 那第一个呢 就多了个优子符 所以这个不对的 那第二个呢 就像是对的 第三个呢 他就没有 整走这个三面音符 所以这个也是不对的 那只有答案二 我拿些箭来写 先 我拿些箭来写 1.3 他说 完成下面两个句子 加上一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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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完成这个句子 那这个句子 那这个句子说什么呢 他说 在一个六四拍子记号的地方 一个这样的小字 有多少个 Dotted Minim Minim是二分音符 Dotted Minim就是 就是负点二分音符 六四的小字里面 有多少个这些呢 那六四的小字呢 就有六个四分音符 那一个Dotted Minim 就有三个 quattlet组成的 所以这里是一个 然后这三个呢 合体又变成 哎呀 我说错了 第二个 所以就有两个Dotted Minim 答案就是二了 1.3的B 他说 一个Dotted Quaver 是等于 多少个Semi Quaver Dotted Quaver呢 Quaver就是 8分音符 Dotted 就有负点 Semi Quaver呢 就是16分音符 就是两片那些 一个这个 有多少个这个 就要把这个分解它 分解它 拆开它 一个负点的8分音符 就等于一个8分音符 然后加8分音符一半 即是16分音符 如果我们把这个8分音符 再拆开它 就是两个16分音符 再加上最后这个16分音符 最后就有三个 16分音符 所以答案是 3 1.4 5分音符 它说 选择一个锅 显示 那个小节的grouping 是正确的 我们刚才都做过类似的东西 这个66 上面是一个6字 即是它是 复帕子 复帕子 应该把三个16分音符要组合成一齐 剩下三个16分音符要组合成一齐 大约要是这样的 三个一组三个一组 我们看看它组合得对不对 第一个选择的答案 这里是16分音符 然后这个8分音符是两个16分音符 它们就应该组合在一起 剩下这个8分音符 它就应该和后面这个16分音符组合在一起 但是它就加了一个辨碟在这个位置 所以grouping就不适合了 三个小字其实是一样的 演奏出来的声音是一样的 不过grouping不适合 这个一样不适合 因为我们也不想要 辨碟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也不适合 剩下这个答案 它就正确地 这样将三个16分音符 grouping这样放适合 或者那个辨碟是对的 所以第三个答案才是正确的 1.5分音符 它说加上一些辨碟和交叉在那些格子那里 显示那些优指符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 好了,那我们先看看第一个 我们先看看整个小节 那个time value的时值够不够 那这个是4.4的拍子记号来的 不如拾一下 好,继续 在这里摇 好了,那这里是一个4分音符 然后呢 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它对不对 所以我们由后面数回头 这里又是一个4分音符 那这里三个16分音符 应该就要加多一个16分音符 才够一个4分音符 应该要是这样 然后呢 这里8分音符 又要有一个8分的优指符 所以这个优指符 其实就包括了 这个中间这两个时值 那虽然那个音符的数量是对的 那个时值是对的 但是呢 这个grouping不正确 那应该要很清楚看到第一拍 和很清楚看到第二拍 那就是这个优指符 应该要画成一个8分音符 加一个16分感才对的 所以现在就是错了 第二个小节 这个三连音符 应该是搬着这两个的 应该 那这里有2分音符 前面两个加上是4分音符 那这个三连音符 应该是一个4分音符 那这里有一个8分的优指符 那加上这个4分音符 那它们三连音符 之后呢 就等于一个4分音符 所以这个小节是对的 第三题 那这里一个4分音符 这里有一个2分音符 的优指符 这里有一个4分音符 那又是这个时值是对的 但是grouping就不对了 因为我们四四拍子 就要习惯地 将第三拍显示出来的 或者将第一第二拍 group in一起 将第三第四拍 又要group in一起 那就会看到第三拍 尤其是是优指符的时候 所以应该要画成2个4分音符 这个小节才是画得对的 那现在它用一个2分的音符 就是不对的了 好,做完第一部分了 第二部分和Peach有关的音符 2.1 它说选出一个正确的格子 是对的 那这个是什么音符 这个是次中音符 所以第四条线是C音 够不够近呢 我怕不清楚 应该够清楚吧 那这个是C音 你就可以数上去 看看这粒是什么音 C D E F 接着加一条线 C D E F G 这个就是A音 2.2 选择 选出一个格子 显示 这个音符的二符和音符 这一条线 最好是画鋼琴 如果你不是彈鋼琴的同学 你不够熟悉的键盘 最好是画键盘 我现在不画了 我用 你考试不应该有这个东西 不过我不知道录影考试 它能不能限制到你没有一个做号 画好的键盘 先看后一点 这个高音符号 这个是B 有一个Sharp就是B B B Sharp按在哪里呢 B Sharp呢 Sharp呢 就是C 就是C的二符和音 后面这三个音符 哪一个都会按在C这个键 逐个看一下 第一个是D Double Flat B D D B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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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Key Signature代表這首歌是A Major 做儀調我們不會想它不是Major 我們全部當作Major 我們首先把A音向下移到完全五度 向下數了五度 A向下數五的音是A,G,F,E,D 應該是D 然後D到A是否一個完全五度呢 你可以寫一個D大調音階出來 你寫了一個正確的D大調音階 你就會發現有一個A音在 因為A音是屬於D大調音階裡面的其中一個音 所以它和D的音程就會是Perfect 或者是Major 這個是五度來的,五度就用Major 所以你就證實了D到A的音程 就符合這個題目的Perfect Fifth的要求 而且是向下的 所以我們新的這個譜 Key Sign號呢 Key Sign號呢 應該要用D Major的Key Sign號 D Major應該有兩個聲號 它這裡只有一個聲號 所以這個Key Sign號就不適合了 好,接著我們檢查的音是否適合 就寫A Major和D Major兩個音階出來 如果你不是很熟悉這個 儀調怎麼做呢 我有另一個影片是說儀調的 你可以去參考那個影片 我現在做試卷的影片 我就不解釋太多了 如果不是就做很久了 這兩個音階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上面找到的這些音 就要改變成下面這個音階的音 要上面變成下面 要一個一個對著它們 我們做個檢查 大家覺得什麼是C Natural 還原C音 你找到C-Sharp 就要變成F-Sharp 如果C Natural 其實就是降低了的C-Sharp 降低了的C-Sharp 所以下面這個F-Sharp 你也要降低它 所以你C 就應該要變成一個 還原F 這裡是一個還原F 應該是對的 第二個 這個是E 你看清楚它有沒有受 Key Sign號影響 E音就不用升 所以這個是E音 E就要改成A 這個是A音 升力長也沒有影響它 所以這個對 第三顆音 這個是還原F F Natural 你在音階找到F-Sharp 要改成B 那不升的F-Sharp 不升的F 就是降低了的F-Sharp 我這個B也要降低它 降了半度的B 就是Bb 所以F就要改成Bb 現在這個F-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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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沒有改成Bb 它是B 所以這個答案就不對 所以我們就要打交叉 最後一顆 這個是D-Sharp 我們先找D音 D在這裡 D就會改成G 如果D-Sharp 應該升高了D 下面這個G也要升高 D就改成G 而D-Sharp D-Sharp 就應該改成G-Sharp 我這個答案 它也是G-Sharp 所以 Rock的 它容若します 我們先選它 2.4 他说比较一下ABC三个小节 然后圈出true或false 第三个句子圈出true或false 这条是跟音的音高有关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找出每一个三个不同的clap 它的middlec在哪里 这个次中音符号的middlec在第四条线 所以第一个音d弦就是middlec上面的d弦 这一条高音符号的middlec在这里 所以它是给MiddleC上面的D弦再高一个八度 最后这边低音谱的MiddleC在这里 今次这个D弦又是MiddleC上面的D弦 所以C的音高就跟A一样 C的音高就跟A一样 而B的音高是比A和C都高一个八度 这个是高了一个八度 比A和C 我们要看看句子对不对 A的A和B是同一个音高 不是,B是高一个八度 所以A和B不是同一个音高 那我就要圈出Flosse B这个呢 它说A和A是比C高一个八度 又不是的 我们刚才已经自己知道了 A和C是同一个音高 没有高度没有低度 所以这个也是错的词词 它说B是比C高一个八度 它说B是比C高一个八度 我们刚才也述了这个答案 B是比C高一个八度 所以这个词词是对的 以这个2.2部分 只有1版 好,第三部分是说 Key和Scales 3.1 它说选出一个正确的格子 是正确的 是正确的画出GFlat Major的Key Signature GFlat Major的Key Signature 应该有6个降号 6个降号的次序 应该是B,E,A,D,G,C 所以下面这些降号的次序应该是B,E,A,D,G,C 那你就逐个检查一下是不是 那譬如第一个呢 第一个这个是B的Flat 但第二个不是EFlat 它画了一个Flat 所以这个不对 第二个不错 第二个 第一个这个降号呢 是在C那里的 不是BFlat 所以也不错 第三个呢 这个是次中音铺 第一个是BFlat B E A D G C 这个好像对 我们看完最后这个吧 这个是中音铺 第一个是BFlat B E A D 这个不对 这个画了在F那里 第五个降号应该是GF 它画了在F 所以也不错 所以正确答案就只有第三个了 3.2 3.2 可以做一样的东西 看一下 Key Signature 对不对 正确地画出一个D Short Minor的Key Signature D Short Minor的Relative Major是F Short Major 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呢 你又要看回我其他影片 或者问你的老师 这个不解释了 这里 App Short Major 应该有六个声号 而六个声号的次序呢 应该是F C G D A 第二 次序要是这样的 那我就不用逐个看 我都知道有几个不适合的了 因为呢 高音铺号 这个高音铺 中音铺 和低音铺 它们的Key Signature的形状 我是记住的 那我有一段影片也有说过的 那个样子应该是F 然后那个第二个Sharp 就是低一点的 第三个Sharp 又会上去 F C G 第四个Sharp 下来 这首四个Sharp 会是这样的Z型 然后第五个Sharp 会跌下去的 第六个Sharp 的E Shop 才会上去 那你要认一下这个形状 就可以做得快一点 譬如第一个 Z型之后 第五个Sharp 都没有跌下去 所以就不适合 其实就算你仔细 逐个Sharp 去数一下 是什么音 你都知道它不适合 那我就直接看形状 知道它不适合 那这个F C G D A 跌下去之后 第五个Sharp 都没有向上画 所以啦 它的Sharp 是适合的 不过它这个E Shop 画得不适合 这个E Shop 应该要画在这里 那它才叫做对 所以这个是不适合 那最后这个低音波号呢 那形状状又不适合 而且第一个声号是C 第一个声号是F 所以它不适合 那看来这个会是适合的 第一个F Stop C G D A E 而且次中音波号呢 那些声号的形状呢 就好像它现在这样 应该是向上的Z形状 那它就是适合的 那这个形状要记一记 三点三 它说呢 圈出正确的Key 这里有三个旋律 那我先说一个快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看到它有很多个降号 但是零零丁丁有一个声号 那那个声号 升了的音 就是那个小调的第七个音 那F Short是第七个音的小调呢 那那个第八个音 就是那个主音要是什么 会是什么音呢 就会是G音了 所以就应该是G小调 这个是快的方法 那如果你不敢用快的方法 那你就用正常方法 正常方法怎么做呢 那我就会写F,C,G,D,A,E,B 先写F,C,G,D,A,E,B 然后呢 我看看它降了什么音 我就在这里抵下它 那这里出现B弹和E弹 出现B弹和E弹 就零零丁丁的 升了一个F Short 那就是这个Key Signature 就应该是那个 两个降好的Key Signature 两个降好的就是Bb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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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它的 Relative Minor是G Minor B Ma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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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看我之前的影片 如果是Gm 升了F就很合理 因为G的音阶 去到第七个音 G A B C D E F 这是第七个音 在小调音的旋律里 第七个音很多时候都会升高 所以出现一个F-Sharp 就很合理 在Bb Major就不会出现 F-Sharp 所以就证实了我这个 快方法找的答案是对的 B这条 它没有这个奇怪的 它有 大部分是降好 没有突然出现一个升好 或者一个还原的好 我估计它是一个大调 我们先写F-C-G-D-A-E-B 有什么降音是降过的呢 有Ab Eb Db Eb Gb 那些降号就聚在右边 就对的了 即是这首歌 那个调的key signature 应该就有五个降号 五个降号的调就是Db Major 就是这个 C这条 以这里有个 临时记号 是临时的还原符号 其他都是降的 突然间有一个还原符号 这个就是小调的第七个音 这个也是快方法 这个是A natural A是第七个音 主音就是A高半度的音 应该是Bb A高半度 就是Bb 这个是第七个音 Bb就是第一个音 主音 不错 不错 我做错了 这个不是A 这个是B 这个是B 所以B是第七个音 B高半度之后 就是C C 主音的小调就是Cm 这个是快方法 我们试试用正常方法 找到一样答案 我们又写F,C,G,D,A,E,D 那它降了什么音呢 降了B 降了A 降了A 降了E 这个B 又突然间还原了 好 那三个降好的Key Signature 就是Eb Eb Major Eb Major 的Relative Minor 就是Cm 就是我选择的答案 那为什么会还原B音呢 我Cm的第七个音 C D E F G A E 第七个音 就会因为小调 经常会升了第七个音的关系 它就会还原了 在旋律 写旋律的时候 所以就解释到为什么B 是还原了 这个答案就是Cm 3.4 它说选择一个 正确的格子 给X和Y 这两个音 然后完成一个A 大调音阶 我们写一条A大调音阶 这个是向上的音阶 所以 这里是A 这个是中音调 这个是A 就是对的了 音阶就是A B C D E F G A A大调就升三个音 升F C G 那我们只要找回X 找回F Y这个位置找回B B音阶 就完成了 这一条 继续 3.5 好 这一条是最麻烦的 那我们先拿些草稿 太麻烦了 它说下面这三条都是小调音阶 那你要选择一个正确的 CLEF 如何才可以令到它成为一条正确的小调音阶 那我的做法呢 就会逐个试一下 逐个CLEF 逐个CLEF 放进去试一下 然后看下 头五个音阶 合不合小调音阶 那个全音半音的关系 先检查头五个音 然后如果有两个答案都相似 我们再检查第六 第七 这两个音 我们的做法就是这样 A这条 如果是高音报告的话 这个呢 如果是高音报告 这一条就是Bb 这一条就是C 这一条是Bb 这一条是Eb 这一条是F 我忘了写全音半音 T要是全音 T要是半音 那剩下的RE和REMI都要是全音 我们看看现在五组音 中间四个位的全音半音关系 对不对 Bb到C 可以看回键盘 那我现在 不用键盘了 你自己画的键盘 那我现在很快地想 因为我自己都弹琴 可以看回键盘 熟悉一些钢琴 这个键盘 Bb和C 是全音 这个位置对的 C、Db是半音 是对的 Db、Eb全音都对的 高音报告是对的 那我们看看低音报告 如果是低音报告 如果是低音报告 这个就是Db 然后这个是E 这个是Fb 我已经看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E和Fb是二乎同音 是按在同一个键 同一个钢琴键 那你在一个音域 就不应该出现同一个钢琴键 或者这么说 E和Fb都不是半音的关系 所以就 不会是低音 不会是低音报告 那如果是中音报告呢 中音报告 Altoclap 中音报告 第一个是Cb Cb 我已经觉得不对了 我们没有Cb minor 那么复杂的事情 第二个应该是D Cb和D 就不是全音的关系 它们中间隔开了两个半音 所以不对 如果是Ten Cb 就是次中音报告 会不会对呢 因为次中音报告 第一个是Ab 接着这个就是B 又有不对的事情 Abb是一个 又是 夹了两个半音 所以不是全音 它不是全音的关系 它不会是Ten Ccap 所以高音报告 这个就会是对的答案 应该看头五个音 基本上都知道是哪个答案 用这个方法 如果你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你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暂时想到是这样做 B 这一条 如果是高音报告 如果是高音报告 记得由低音那边开始数 我现在在低音那边 如果是高音报告 这个是 我反过来写 要是全音 半音 全音 全音 如果是高音报告 这个是C 高音报告 这个是C 第二个是D C和D C和D 已经不是全音 所以高音报告 就不对 如果当它是低音报告 这个是E 第二个是F E和F是全音 F是半音 GA是全音 A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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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高音響 所以这个位置不错 如果当它是中音铺 中音铺 这个是D 第二个是E B D E B B 也不是全音的關係,所以又不可以是正確 如果當作是次中音譜號聽,第一個音應該是B 第二個音應該是C-Sharp,B-C-Sharp是全音 第三個音是D,C-SharpD也是半音 D,E,F-Sharp 這個全音半音的次序是正確的 上面三個都不正確的,只有Tenner C-C-F次中音譜 我真的覺得這條很麻煩 繼續,用一個麻煩,捱過了 C-C-C-C 先寫Nati Doe Mi 要是全音半音全音全音 如果我當作是高音譜號 第一個就是D,第二個是E,第三個F-F 那就不行了,E和F-F是二乎同音,在鋼琴按同一個按鈕 它也不是半音關係,所以不會是高音譜號 低音譜號的話 這個就是F 沒錯,這個是F 旁邊是G 是全音 旁邊是A-Flat B-Flat 旁邊是B-Flat 旁邊是C 好像正確的,暫時 我們把他當作是正確的 我們先看看中音譜號 如果是Auto C-C-C 如果是Auto C-C-C-C 這是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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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数多次才会很危险 这个是C,旁边的D是传音 Eb是半音 Fb Eb和Fb是半音关系 但这个位置我们想要一个传音 所以这个位置不正确 只剩下低音符号这个答案是正确 终于做完这一条 最不喜欢做这一条 3.6 选出True或False 就告诉他这个半音阶是否正确 应该要有键盘帮助 看看是否一个半音阶 好,第一个是Bb A Ab G G F D Eb D D Db C Cb Bb D Bb D E F F F G G G A Bb D B C D D 好像是正确 但它是不正确 为什么呢? 因为寫半音阶有一个规矩 同一个英文字母不可以连续用三次 这里连续用了三次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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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必要缺错 bb bb必要强多 Bb lobby 音阶的第六个音我们就叫做submedian 我们先写出一条C-short minor C-short minor C-short minor的relative major是E major 即是升四个音 升F,C,G,D 那第六个音是哪个音呢 就是A 答案是true 答案是true 第二条,B那条 这个是低音普号 低音普号的B 这个是G-short minor的dominant 是不是呢 dominant是五号 G-short minor 我们就写G-short minor的音阶 G-short minor G-short minor的relative major是B major B major升五个音 F,C,G,D,A 我已经有一条G-short minor了 那第五个音是哪个音呢 1,2,3,4,5 应该要是D-short 这个是D-natural 所以不对 他说这个 这个是高音普号 G-short 是A major的needing note needing note是7号 我们写一条A major的音阶 A major升F,C,G 第七个音呢 就是G-short 所以这个是对的 第四部分 interval 不如用草稿 不用吗 不用 好了 首先写了两个音名 这个是B 小心各位 这个是低音普号 这个是F B去到F是多少度呢 B,C,D,E,F 5度来的 这个B去到这个F 已经超过了一个8度了 所以 应该是Cumpan的5度 或者5加7就是12度 这个是4度 我们先查走那些 连个数字都不适合的答案 这个11度是不适合的 这个Cumpan的5度有机会对的 这个12度也有机会对的 这个4度是不适合的 我们已经收窄了范围 是这两个了 好 那前面的 应该是Diminished 还是Minor 呢 我们做音程 就当下面这个音 是大调音阶的第一个音 哪一个大调音阶的第一个音是B 就是B大调 那我们写B大调音阶 B Major有五个声号 好 好了 那B去到5度的音 F音 B去到Fsharp 就是正常的五度 一个大调音阶的五度 我叫做正常的五度 正常的五度 就叫做Perfect五度 B去到Fsharp 就是Perfect五度 但是题目问我 B去到F 就不是B去到Fsharp 你可以量一下距离 B去到Fsharp 就是正常的五度 现在这个Fsharp 就根据那个题目 不升了 还原了它 那就会拆了 拆了的Perfect 就是Diminish 所以答案就是Compound Diminish 5度 第二条 第六音 第一音 就是A A 有一个A弃 所以这个叫Flat 這裡有什麼弦呢? 寫出來 有B,E,A 好了,這裡是E 因為有Kissing lecture影響了 所以這個是E弦 這裡多少度呢? 數一下,A,B,C,D,E 應該是5度來的 你又可以插走一些不對的答案 這裡4度不對,6度不對,4度不對 只剩一個對 這條很划算 你可以再檢查一下是不是完美的 下面這個音 開始一條大調音階 A flat major 是4個降好的 B,E,A,D 這個音階的第5個音 就是5度 E flat就是正常的5度 就是完美的5度 題目就是A flat到E flat 就是完美的5度 剛剛好像遮蓋了上面 現在讓你看清楚 繼續 C這條 高音譜號下面這個音是G 上面那個音是F flat 多少度呢? G去到F就是 G,A,B,C,D,E,F 7度來的 而且超過了1個8度 所以就是Combine 7 或者7加7就是14 14度或者7度 所以這個13度就不對了 這個7度沒有Combine 又不對了 有兩個答案有機會對的 我們用下面這個音 開始一條大調音階 G,A,B,C,D,E,F G major音階 就會升一個音 升F sharp G去到F sharp 就是正常的7度 正常的7度 叫做major7 G去到F sharp 就是正常的7度 現在題目問 G去到F flat 現在這個是G去到F sharp F sharp 變成F 就摘了一格 F再變成F flat 就摘多一格 總共摘了兩次 摘了兩次的major音程 就叫做diminished音程 所以就是Combine Diminished 7度 繼續 4.2 圈出那個interval正確的type 它就不用理會你的數字 不過其實你也是要把整個音程的名字找出來 你才知道究竟它是屬於哪一個 所以其實跟上面那題沒有分別的 做法 下面這個是F sharp 上面這個是E flat 多少度呢 F G A B C D E 7度 然後我用下面這個音 開始一個大調音階 通常下面的音有Sharp 我就不用那個有Sharp的大調音階 我用回還原那個音的大調音階就可以了 F major一個降好一個B 那這個七度音就是E F去到E就是正常的七度 大調音階的七度 就是叫做major7 F去到E就是major7 現在題目問我們那個是F sharp去E flat 我們要移動一下F和E F sharp 就會令到你的手紮了一下 上面這句音E 又要變成E flat E變E flat向這邊移動 所以總共紮了兩下 F去到E是這樣寬的 F sharp 就紮了一些 E又要變成E flat 就紮了兩次 Major摘了兩次 就叫做Diminished B這條 下面這個音是 A 看了有什麼聲號 F C要升 上面這個是F 所以是F sharp 多少度來的 A B C D E F 六度來的 又要用下面那個音 開始一條大調音階 A的大調音階 A的大調音階 是升三個音的 升F C G A和F sharp 就是正常的六度 正常的六度 叫做major 所以就要選擇 題目就是A和F sharp 繼續 下面這個音是D 低音波 上面那個音是A sharp 多少度呢 D E F G A 五度來的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又用下面那個音 開始一條大調音階 D Major音階 聲量的音是F C D到A 就是正常的五度 正常的五度 題目問我們那個是A sharp 所以A就會Shop 彈得太遠了 A sharp D到A A sharp 就是闊了 闊了的perfect音程 就是augmented 答案就是augmented 4.3 4.3 他說呢 你寫出一個音 就令到這兩個 下面這個interval 是對的 而且你畫出來那個音 要比原本那個音高的 不要畫一個低的音 我先畫了那個音 然後呢 再看看要不要加升降號 下面這個是什麼音來的呢 C在這裡 C B A G 這個G flat 我猜複雜的G flat 六度的音就是G A B C D E 要是一個E音 在這裡 向上數六度的音 其實就是這個位置 這裡是E 就是下加一線 但是它有一個compagn 就是要再多一個八度 所以下一次E音 就是這裡 音符就是這裡 然後我們再想一下 它需要不需要加升降號 這個是E 我用下面那個音 開始一條大調音階 我們有G flat major 可以說是G flat major G flat major G A B C D E F G G flat major 降六個音 降 B E A D G C 那這個六度音就在E flat G flat去E flat就是正常的六度 正常的六度叫做 major 六 題目也是想要我們要 major 六 要E flat才是 major 六 所以你就要加降號給這個E音 答案就是這個位置的E flat 繼續 這個音符就是B flat 它想我們畫一個augmented third 我們數了三度 就是先畫了音符的音高 B數三度就是D 就是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再看看 用不需要幫它加升降號 我們用下面這個音 開始一條大調音階 B flat major 降三 降兩個音階 降B E 三度就是B flat和D 就是正常的三度 正常的三度叫major 但題目想要一個augmented B flat去到D就是major三度 要augmented 那你就要動那個D音 你不可以動這個B flat 它是題目 你動那個D 想距離闊一點 就要向高音那邊動 那就是你要sharp那個D 答案就是D sharp 第三條 下面這個音是C 但是它比C sharp 即是前面key signature C sharp影響 是C sharp 我們數了7度 需要出現那個Later 先和我的升降號是沒有關係的 這個數字 我們數7度 C D E FG A B 這是B音來的 我先畫出B音 然後想想要不要幫它加升降號 下面是C sharp 我用C音開始大調音階 就是C大調音階 就是C大調音階 不需要加升降號 C到B就是正常的7度 就是大調音階 會出現的7度 正常的7度就是major七 C到B就是major七 現在題目是C sharp C sharp之後 C去到B 是正常7度 C sharp了 會令到兩隻手的距離窄了 窄了的major就是minor音程 所以畫一個 還原B就是對的答案 不用加升降 最後一條音程 就完成了 看看多久 我已經做了 一個小時了 已經 好 下面這個音是E 來的 想要minor second 兩度的音就是F 就是F 就是F 用不需要幫它加升降號呢 用下面的音開始一個大調音階 E major的音階升四個音 F C G D 兩度就在這裡 E和F sharp就是正常的兩度 正常的兩度叫major E和F sharp是正常的兩度 題目想要一個minor的兩度 即是要窄一點 窄一格 E到F sharp是major兩度 窄一格 F要動 就向低音那邊動 F sharp你要窄一點 你就要還原它變成F音 我剛剛畫出來的已經是F音 不需要加升降號 好繼續 嘩還有很多 做得有點慢 解釋得太多 繼續 第五部分 就跟和言有關的 它叫你寫出一個合式的和言給這個旋律 你可以用一二四五和言 記得要適合Cadence 我不解釋太多了 我做得快一點 好這首歌是什麼調的呢 是一個降號 它也沒有出現一些臨時記號 所以我就知道它是F major 我寫F大調音階 加多一個音 我會寫一個九個音的大調音階 我會做到每一個樂句的後面這個 因為一個樂句最後的和言 一是一 一是五 不可以有二和四 你的選擇就會比較少 這裏有什麼音呢 就有F和A 一和言就會有F A C三個音 如果是五和言就會有C E G三個音 現在這個F和A音就中了一和言兩個音 就不中五和言那些音 所以這個就用一和言 這個樂句最後這個 你選了一之後 由於Cadence的關係 你又縮窄了範圍 現在這個只可以是四或者五 那裏有什麼音呢 那裏有什麼音呢 有B D E F 那我先把它剪掉 B D E F 那哪個和言可以中到那些音呢 一和言不中 一個都不中 二和言就中兩個 四和言中三個 五和言就中得一個 所以我會選四和言 那你可以再檢查多一件事 就是你圈出這個旋律 命中到和言音 和言音就是B D F 所以這顆 這顆 這顆都是和言音 那不是和言音的那顆 就有些情況是可以接受的 那這個就可以接受了 因為它是夾著在兩個和言音的中間 去做一個Passing Note的角色 那我就肯定我這個答案是對的了 繼續 下面這個樂句 一個句子 我也是先做到最後的和言 是一還是五呢 那這裏有什麼音呢 就有G E C G G G E C 那一和言呢 就中得一個 一和言呢 中得一個梯 五和言呢 就中到三個梯 這個G都是中的 所以全部音都中了 那我就選五和言了 最後這個是五呢 那它前一個呢 就是任何和言都可以的 不過不會再出現五 所以可以是一 二 或者四 哪個好些呢 這裏有什麼音出現過呢 有A C F A 這樣好像更清楚 A C F 那很明顯 一和言呢 就可以中了這三個音了 到前面這個呢 就沒有Cadence影響的 是任何答案呢 你都可以對 不過它不會重複 連續兩次出現一 所以可能是二 或者四 或者五 這裏有什麼音呢 有G B D G B D G B B B D 那這裏有什麼和言可以中呢 一和言 不中 二和言中了 四和言中兩格 五和言呢 就不用 其實四和二都可以的 不過可能那個 非和言音就會 都不行的 其實都是二和言 中了 它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 四一和二一五 五 5.2 它說選出正確的 這兩個和言 這兩個和言 組成的中指式 是什麼 已經開始天黑暗暗的 這兩個和言 我會寫出C大調音階 因為它說首歌是C Major 我做和言的東西 就會寫多一個音 八個音階 九個 好 第一 這一組和言是什麼 它就有 F C F A F C F A 那這是什麼和言來的呢 F A C 是四號和言來的 四級和言 或者叫做 四號 廣東話一點 這是四和言 旁邊這個呢 C E G C E G 那是一和言 四一的和言進行 或者中指式 就是Plago 你要記熟它 好 下一條是D大調 D大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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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D大調 和言 有E G B三個音 E G B三個音 E G B三個音 這個就是二號和言 中了二號和言的三個音 最後這個呢 下面這裏就是A C A A C A A C A 即是A和C A和C A和C Sharp 其實它這個 是二 後面 應該都是一個 imperfect的 那 A C 是五和言 五和言 任何一個和言 交給一個五和言 那個 cadence 我們就叫做imperfect 五點三 今次是要和言的名字 好 A這裏 是甚麼key 題目告訴我們 它是F大調 所以我寫F大調 做完這條 我要加一盞燈 越來越暗了 這個是B F major 要B flat A這個和言 最低的音是F 那要寫和言名 我就會把最低的音圈圈 一會兒會有用的 上面這裏是DD 那這個是甚麼和言呢 就是四號和言 那那個tick呢 就在跟音、三音、五音 是在五音那裏的 五音做最低 那是second inversion 所以我們叫它做 四和言的second inversion 所以就要是4B 咦不對 我是不是做錯甚麼呢 4C second inversion 是C 想錯了 second inversion 是C 2C 幸好他沒有選4B 幸好他沒有選4B 給我選 差點錯了 B和言 最低這個是G 我又圈著它 上面還有EC E C G 和言在哪裏呢 就是這裏 C音做跟音 5C 5C 是第五音 這個是5號和言 而那個tick 就是最低音 又在5音那裏 今次不會錯是C 所以5C是答案 第三個和言 最低音 最低音是A 最低音是A 上面還有C和F 咦 這個是1和言 FAC1和言 FAC1和言 那那個tick呢 最低音就是3音那裏 中間位 那就是first inversion 就是用世界B 代表 就是1B 我現在 加1加一盞燈 好弄一盞燈 接著我們就會做第六個部分 那這些字呢 我就沒有記的 所以 不理它先 6.2 tick one box to name each of two written out 裝飾音 裝飾音 Augnamants 好 那這個像哪個裝飾音呢 它是GFG 即是它想彈的G音 但它用低G的音 裝飾一下 這個就叫做Lower Modern 就是Lower Modern 即是畫出來 它就會是一個G音 然後下面是這樣的畫 就會彈成這樣的樣子 就是Lower Modern 這個呢 看來是一個D音 然後用E-flat裝飾它 那這種就叫做 Asacatura 畫出來呢 就會是一粒很細粒的那些 E-flat 然後還會塗了它的車間 E-flat 然後就是一個正常的D音 畫出來就是這樣的樣子 它是Asacatura 6.3 下面有五個句子 選擇是True還是False 小提琴有時會看Auto clef 小提琴是不看中音報告的 所以是錯的 Obo雙王管 它是木管樂的最高音樂器 不是啦 木管樂最高音樂器是 Piccolo 短笛 所以也不適合 Trombone長號 是高音過Tuber低音號 是對的 Tuber是最低音的銅管樂 所以Trombone是高過它 Bassoon Bassoon 它是異調樂器 不是啦 Bassoon 不是異調樂器 Violla 中提琴 會不會演奏Arco Arco 就是用功演奏 Violla是用功演奏的 所以True 完成 6 7 最後一部分 長題目 長題目 可能 先放寬一點 盡量寬 7.1 它說 比較一下 下面 比較一下 上面 小提琴聲部 第二個小節 選出一個 正確的 Stayment 小提琴聲部 又是音高 很複雜 好了 我們先看看 Middle C Middle C 高音鋪 就是這裡 這個是Middle C 再高一個C 再高一個C 就在這裡 所以旋律的音 比Middle C 高100度 之後的G 音 這裡 它說 第一個Stayment 它說 只有A 和C 正確地重寫 小提琴聲部 而是兩個 Octiflower 低了兩個8度 所以如果這個G 要低兩個8度 就會去到Middle C 下面的G A這個Middle C A這個Middle C 就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 對比符合 這個Stayment C這個就不對 因為Middle C在這裡 C這個G音 就高過Middle C 就不是低兩個8度 所以這個是不對 它說 剔一個格 所以這個不對 都不用打交叉 第二個Stayment 只有A 是正確地降低了兩個8度 都是兩個8度 所以A是對的 剛才我們想過的 C又不對 我們都想過 B是不是 B的Middle C在這裡 又是Middle C上面的G音 又是Middle C上面的G音 所以只有A是正確地重寫 低兩個8度 這個Stayment 是對的 我們檢查一下 我們檢查一下其他 這條說 只有A和B是正確地重寫 低兩個8度 就不對 B不是低兩個8度 所以不對 B不是低兩個8度 A、B、C都正確地重寫低兩個8度 就更加不對 B是B B跟C都不對 B跟C都不對 所以第二個格是對的 7.2 7.2 7.2 到Dolce這個字 Dolce這個字就是Sweet 所以就是True B這個Gm 是EbM的relative minor 就不對 EbM的relative minor 應該是Cm 所以不對 最闊的音程在小提琴聲部 最闊的音程是純四度 最闊的是不是 我們找到最闊的音程在哪裏 小提琴聲部 這裡是三度 這裡有個四度 稍後檢查是否最闊 先看看 這個兩度 這個跳下來也是四度 兩度兩度 這個是同一個音 這裡跳上去也是四度 這裡四度 這個G音跳下來 這個C音是五度 所以最闊的是五度 不是四度 所以這個是錯的答案 這個答案 最低的那個音 是C 這個選段 最低的音 是不是C 我找出最低的音在哪裏 當然是低音譜號那邊找 最低的音譜號那邊找 最低的音譜號那邊找 最低的音譜號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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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C音 所以這個詞文是錯的 E這個 The speed of the music is very slow 這首歌是不是很慢的演奏呢 他就說是 Andantino with Andantino with Moto是有movement 就是要比較流暢一點 那是 比較中間的速度 因為Andantino是走路的速度 但是Andantino還要快一點點 就是比中間速度快一點點 還要withmovement 所以就不是very slow 不是超級慢 如果他沒有very 可能我也要想一想 但是他說這個速度 這首歌的速度是否超慢 就不是超慢 這也是Force 7.3 哪一個樂器 是可以 演奏到小提琴聲部 而且是同一個音高的 哪一個樂器可以做到呢 長笛就可以 長笛都是高音樂器 都是看高音譜號的 Double Bass 就難一點 因為他是看低音譜號 而且演奏得很低音 Timpany更加難 他是酵激樂 不是太好的 會演奏得 所以最好是誰呢 最好就是Floot 其實其他都可以演奏到 不過 他說Best 就是最好 只有長的可以最好 7.4 多少次 多少次 是這個 10.6 10.6 一個音階的 第六個音 Eb major的第六個音 在小提琴聲部 出現了多少次 Eb major的第六個音 Eb major的第六個音 Eb major的音階 到小提琴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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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了多少次 就是這個有一次 兩次 然後就是 沒有了,出現了兩次的詩音 所以我就會選擇2的格子 最後一題,7.5 Compete the following two sentences by adding a number to each 又加一個數字在這個扭空的地方 7.5他說 嘩,這題也挺特別 特別在哪裏呢?因為 這個Tonic chord in second inversion 其實就是1C的意思 但有時同學可能只記得 1C,4A,5B是什麼意思 忘記了它的全名是什麼 可能你要溫習一下那些和言的名字 1C,4A,5B 其實它的全名是什麼 如果它不告訴你1C 可能你就站在這裏 就看到這題 所以Tonic chord Tonic就是主音 就是你的音階第一個音 就是1號音 所以就是一和言 Tonic chord 這是C的意思 他說在第幾個小節出現了這個和言 這個和言會有什麼音呢? 那你寫Eb major 那你寫Eb major 那你寫Eb major 就是Bb要是最低的那一個音 我們就要去那個譜找出和言 我會先找最低出現Bb 哪裏出現Bb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再在上面看看是不是Eb和G的音 第一個小節雖然有很多Bb 但是上面也沒有音的 這裡呢 它就沒有和言 那 看來呢 就第三小節有機會出現 因為這裡是Bb 那下面這一行呢 最低音都不是Bb 所以就應該第三小節的了 那你也不用檢查上面是不是Eb和G 因為只有第三小節而已 你只要知道小節數在哪裏 那我就寫了三字 那 找到也沒有壞的 那它說要是Bb 而且上面是Eb和G 就是這一格 沒錯 這一個呢 就是Eb major的1C 現在第三小節 最後一題 哪一個小節有一個Cord of G major 這個也挺特別的 又是之前不會這樣說 或者這樣問的 一個G major和言 其實就是G major的1和言 G major的1 通力和言 以前不會這樣說的 所以你可能會不會懂 不過你知道它是這樣的意思 下次你看到這個題 就不會怕 它說要一個G major Cord的意思 就是G major 就是G major的1和言 所以G major的1和言 所以G major的1和言 是哪一個呢 應該要有Gbd3和言 應該要有Gbd3和言 第二小節 這裡有E音 就不是啦 沒有E音 我們要Gbd 那這裡呢 就不是Gbd 哦 這樣了 我轉一下方法先 因為這首歌是三個鋼好 大部分的地方 都應該會有Bbd 那現在要G major的1和言 就要有B natural 那我呢 打擊去找個B natural出來 就可以了 應該 整首歌可以看到B natural的地方 就是這裡了 這一塊呢 就是G major 我們叫做 所以那個答案就是 第七小節 那我就做完了 那我會加回那些 time chatter 在 就是 描述那裡 那你就可以飛來飛去 這樣看 你覺得我說得慢呢 你就可以飛過去 那你聽不懂的地方 你可以再聽幾次 那你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今天就到這裡啦 拜拜